啊 嫉妒 这有解释 嫉妒他之生死 又害羡愿起 啊 别人有好死 超过我 或者是他有 我没有 妒忌心就生起来了 好胜的心就生起来了 啊 总不许别人呢 超过我 这就叫嫉妒 啊 嫉妒是严重的烦恼 严重的无意 啊 对自己有害处 我们中意上是有所谓的 怒气烧干了 伤干了 容易得干病 啊 这对你身体来讲 啊 那么你造作的这个意 那看似如果是嫉妒邪能 罪就很重的 这个好人 他常常修好 做好事 啊 断卧修善 啊 教化一方 这一方人都得他的利益 你要是嫉妒他 破坏他的私益 借罪啊 不是跟他借 啊 这个人是善人 不会 你怎么得罪他 他都不会坏你 啊 所以借罪啊 不是在他那里借 是在什么呢 他所交的那些人 现在得不到利益了 得不到好处了 从政里借罪 如果他的影响越广 影响的时间越长 你的罪过去越重 啊 所以 障碍一个普通人 那个罪很小啊 障碍一个德行 有教化的这样的人 那个罪业很重啊 这个一定要知道啊 啊 我对他修忏悔 对他修忏悔 没有必要 他根本就不会怪你 对谁修忏悔呢 要对所有受教的人民 那么多人民失去了教会 那么多人民利益丧失掉了 你要对那些人忏悔啊 这谁懂啊 没人知道啊 如果这个人做的好事 是对全国都有利益 那你的对全国人求三位 所以他底下有一句说 又骇行愿急 啊 现在圣贤了 圣贤的事业 都办在教学 啊 教学一定是 三轮驱逐 不仅仅是严教 而且深教 他会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 一教念念的不忘一切大众 念念帮助大众离苦的路 这是神仙 他住在这一方 这一方人有福 一方人都接受他的教会 这一方人 安定和谐 肯定是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足互足 这一方的风俗 是 其他地区的榜样 这个人在这里行这样的善事 你把他破坏了 如果他真的是神仙 他心地很平静 那么有一丝毫怨恨 有怨恨不是神仙人 所以他决定不会责怪你 所以这个罪 从哪里得的呢 是从受贿的这些大众 你把他们的利益断掉了 最从这里解 这些事情 我们要细心地去观察 去思维 你就把这个离想通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